武警官兵全力保障北京半城马拉松安全有序进行。 4月14日上午,2019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城马拉松,在天安门广场铭枪起跑。 担负天安门广场起点执行安保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天安门地区支队官兵。 周密制定执行应急预案。 科学部署执勤兵力。 全力做好开幕式现场的安全秩序维护工作。 确保比赛有序顺利进行。 俄罗斯外长说,俄美已恢复反恐领域对话。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日说,俄美两国已恢复反恐领域的对话。 目前还就阿富汗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保持接触。 但美国公然介入主权国家内政的做法不可接受。 俄F-350防空系统,投产,可混搭数种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日前表示, 俄军F-300防空导弹系统的接班人F-350系统,已通过国家级测试。 首批该型号系统已投产。 这一系统的最大特点,是,能混合装弹,并发射数种导弹。 苏丹国家情报与安全局局长辞职。 苏丹国度军事委员会13日发布消息说, 苏丹国家情报与安全局局长萨拉赫阿卜杜拉,已于12日辞职。 国度军事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坦赫布尔汉, 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苏丹国度军事委员会,宣布解除全国宵禁。 苏丹国度军事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坦赫布尔汉, 13日宣布,解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消息。 布尔汉在苏丹官方电视台直播节目中发表声明, 宣布解除消息,释放所有根据前巴西尔政权紧急状态法所审判和关押的人。 他同时宣布解除苏丹所有州的居政府州长的职务, 由各军区指挥官代替主持工作。 3月28日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达记者问。 记者,我们注意到。 近期,美台军事往来频密。 据媒体报道,台军高层现在正在美国访问。 国 向 受 实 加之近期,美国双舰过航台湾海峡。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行动执行,与台湾交往法案。 台湾一些陆营人士,将此解读为,这是美国挺台的信号。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无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这是我回答你这个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注意到,美方最近在台湾问题上,搞了一系列动作。 无论是受台武器,还是军事联系,我们都坚决反对。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任何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论和行为,都无异于在动摇中美关系的根基,都不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还注意到岛内一些人的分裂谬论。 对此我想强调,统一是历史大事。 是正道。 台独是历史密流。 是绝路。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台包袱只系于民族复兴。 煽动两岸对抗,妄图血阳自重的人和势力不明大意,不得人心。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分子活动,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环球网军事12月28日报道,12月27日下午。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达记者问。 记者,加拿大国防参谋长外思近日称。 今年10月,中国军机在朝鲜半岛附近国际空域不恰当地阻碍了加空军一架侦察机的正常活动。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第二个问题。 英国国防大臣,本周三称。 他对华为参与英国5G移动网络工程深感担忧。 他认为,中国政府或在网络安全领域,以恶意形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加拿大军机不远万里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 对于类似情况。 中国军队一贯依法依规予以处置。 加方指责与事实不符。 第二个问题。 英方有关指责无中生有。 纯属捏造。 英方一些人的表态。 反映了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傲难与偏见。 焦虑与纠结。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 新华社西昌4月20日电提, 竹梦星空我国长征三号甲系列印塞火箭, 跨入百次发射俱乐部。 新华社记者胡哲、谢角、李国立。 4月20日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01指挥员发出指令。 山间一道巨大的光源拔地而起。 直奔星空。 长征三号一摇59运载火箭将北斗导航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至此,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正式跨入百次发射俱乐部, 成为中国首个发射次数, 突破100次的单一系列运载火箭。 金牌火箭来之不易。 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 是我国功勋卓著的金牌火箭, 百次发射成功。 成为我国最可靠的新空之舟, 可谓来之不易。 它从长征三号火箭演变而来。 包含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柄三型火箭、长三甲、长三乙、长三柄, 是我国现役执行高轨发射任务最多的系列火箭。 承担了以探阅工程、北斗工程为代表的多项国家重大工程任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掌征系列运载火箭高级顾问, 中国工程院院是隆乐豪积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火箭三子级系统试车。 鼠九寒冬。 动力系统试车台最高温,仅为零下五摄氏度。 参事人员大都冻得感冒发烧。 打了点滴又在野外作业。 安装各种导管。 没有人叫苦。 百余名参事人员连续奋战四个多月。 放弃元旦、春节。 经历了两次点火失败。 第三次试车成功。 1994年2月8日。 长三甲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发射成功。 造物没有一帆风顺。 航天是一项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 1996年2月15日。 长三以火箭首飞遭遇重大失利。 火箭起飞22秒后,撞在附近的山头上。 星舰巨毁。 面对挫折。 中国航天人重整旗鼓。 短时间内完成了12类122项试验。 提出44项256条改进措施。 确保了后续飞行试验成功。 仅用一年多时间。 长三甲系列火箭,又连续三次发射成功。 用实践证明了自己。 至此百次发射。 长三甲系列火箭,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 实现了从高轨卫星转移轨道到工作轨道发射。 从地球轨道到地月轨道发射等多个跨越。 达成了我国运在火箭系列化、组合化、通用化。 实现了高轨卫星一键双星、高密度发射。 火箭运载能力、年发射数量、发射成功率及发射入轨精度等航天核心技术指标均居世界一流水平。 中国航天的发展,是全国基础工业协调发展的缩影。 越来越强的发射密度,不仅见证了金牌火箭的诞生。 更是中国航天由大象强奋进的最佳注角。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党委书记李明华说, 百次发射飞上新途,不断创新,不断进取。